女排全明星赛穿着最有范儿的是她 进步明显有望再进国家队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2019年排超全明星赛结束 这是中国排球的一年一次的盛大聚会 跟往年一样 女排姑娘们穿上了美美的礼服走红毯 身着礼服律师粉带的 她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很漂亮 让球迷惊叹 原来女排姑娘们的颜值都这么高啊 废话不说 先来欣赏几张姑娘们的美照吧 张长明 丁霞 正义新 穿上礼服后一个个都光芒四射 不过 要说今年穿着最有范儿的女排姑娘 还不是她们几个 今年最有范儿的是她联赛冠军队北京女排的 任凯义 这是任凯义第一次参加全明星赛 她穿的是一套设计非常独特的白色短裙 配上两条大长腿 整个造型看上去特别干练漂亮又不失时尚 让人眼前一亮 任凯义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教育的硕士 果然在一招上跟其他队员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 任凯义并不是传统专业队的排球远动员 她是大学生球员 在北航 任凯义带队拼杀 获得过全国大学生女排超级联赛冠 亚季军成为大学排超的著名杀手 她的教练是黄金一代的女排主攻守杨浩 2016年杨浩把她举荐给北京女排 在北京女排魔力了几个赛季 任凯义的技术越发成熟 她的进攻下手快 力量大 注意落点 任凯义去年曾临时转会到浙江女排打式聚杯 性攻端的表现可圈可点 试聚杯结束后 球迷们很明显发现她掌球了 回到北京女排 她多次上场发挥作用 尤其是决赛第二场打天津队 任凯义替换下表现不佳的首发接应卢尔克 砍下19分 帮助球队逆转了天津队 让北京女排拿到赛点 北京女排最终获得联赛冠军 任凯义夺得自己首个联赛冠军的同时 因为很多大学生拳手打开了一扇窗户 只要努力 他们也有机会在专业的竞技场上取得成功 全明星赛随后进行了联赛冠军北京女排队阵明星联队的比赛 虽然冠军队北京女排最后输掉了比赛 但是任凯义的几次扣球给球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家都觉得他又掌球了 希望他有机会进国家队 其实在去年任凯义就进过国家队大名单并参加了集训 只不过最后没有留下来 今年1月公布的国家队大名单 任凯义并不在其中 北京女排夺冠后上北京体育广播的节目时 任凯义被问到是否还想冲击国家队 任凯义表示自己当然很想 那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需要自己更加努力才行 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国家队的接应位置相对比较薄弱 任凯义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加油